揭秘,谁是骨头最硬心肠最软的共和国开国大将,在开国人勋中,邓小平三上三下广为流传,被视为坚持真理,不屈不挠的象征,其实还有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厉害。 一生中九上九下,这个人名叫黄克成,十大大将中排名第三黄克成,之所以九上九下,皆因他的直言不讳,在开国人勋中因直言而被罢官的次数,最多他曾经说不敢唱反调,还是什么共产党员。 1930年,以李立芬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上台,提出了攻打武汉一马长江的口号,当时黄克成还只是一个支队政委,却在会议上坚决反对攻打武汉认为,以红军目前的实力攻打大城市根本不现实。 红三军团政委贺昌命令他承认错误,他反而大声说,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,准备再和你争论二十年,连彭德怀都却他提了没用,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。 他说这做不到明知不对,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。 1932年中央决定攻打赫州,黄克成仍然认为攻打大城市不明智,就在战斗中主动撤离为红军减少了损失,不过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自然也遭到了上级的批判。 在批判会上黄克成据理力争,谦决不认为自己是错的结果,被撤销了市政委的职务,会后彭德怀来,找他劝他说,以后再,这么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。 黄克成仍然不服气的说,我又不是哑巴,怎么能有话不说? 后来彭德怀对人说,都说我的骨头硬,我看黄克成的骨头,比我还硬时被图黄克成与彭德怀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攻打四平,毛主席给林彪发电命令,一定要坚守四平,这时黄克成认为坚守四平不明智,应该撤退就给林彪提意见林彪,没有听黄克成,又给毛主席发电报。 毛主席给他打电话说,固守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成说,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,毛主席知道他的脾气说了一句,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。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很多人迫于行事,说了一些违心的话,但黄克成坚决不落井下时,始终认为不应该批判彭德怀最后连刘少奇,周恩来都出面劝他。 但他始终不松口,有人认为他跟彭德怀关系太密切,他说,我和彭德怀言不及私相待已成,相争以理性格作风,比较合得来如此而已。 已对彭德怀如此,对毛主席亦如此文革结束后,党内有一小股力量,主张将文革的错误推到毛主席身上。 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黄克成声明,如果把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身上,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,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。 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,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,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,好像大家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大家,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。 那才符合历史事实,符合维武主义黄克成的骨头最硬,但心肠却最软。 1931年,黄克成,有一位部下,被打成反革命要执行枪决,黄克成知道他是被冤枉的,就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等肃反人员来抓他时。 黄克成说,不用你们麻烦了这个人,已经牺牲了,如山会议后因支持彭德怀。 黄克成也遭到批判这时,当年那位部下,竟然主动站出来揭发牢领导,让他蒙受了二十年不白之冤。 文革结束后,这位部下被打入大牢,后来在狱中身患重病,需要保外就医家人无奈只能来找黄克成。 结果黄克成,二话没说,当即同意了,让他保外就医,并建议其夫人一起陪同照顾。 这位部下得知后,哭得一塌糊涂。 1986年12月28日,黄克成与世长辞众多婉联中,有一副写得很好即死无憾意。 仰不愧天府不作人,仰不愧天府不作人黄克成大将当之无愧。